站在我們中間的這位就是林仔師傅 林師傅,你今天打算教我們做甚麼甜品 教你們做甜甜圈 需要用甚麼材料 就是我們需要用到雞蛋、糖、滴粉 還有玉米油,一共四種材料 然後要怎麼做 第一步要… 第一步就是把雞蛋打進來 然後撐白糖 然後現在就把它攪進去 攪到糖和雞蛋融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攪定了 為什麼這樣就可以了 是看它的泡泡呢 還是看色澤 看到糖和雞蛋已經融合在一起 已經糖融化了就可以了 這個粉倒進去 然後攪拌 攪到那個麵沒有鋼粉 現在就可以了 因為不要攪拌太久 不然的話它會起筋 起筋的話就不好了 然後我們最後下一步就是下玉米油 然後繼續把它攪拌均勻 攪到麵粉吸收的油就行了 我這樣攪拌下去 開始很滑,有點拉絲 又融化一看 慢慢它會開始變淺漬 這樣子就可以了 可以了嗎 對,只要麵粉吸收的油就行了 就用這個袋子把麵粉… 裝起來 對,放到這裡 來 先放一邊 然後這個模具需要刷油 然後就用手抹開 就是上面邊邊都要抹好 然後這個袋子就要剪個洞 等一下才能擠出來 要擠很多是不是 對,就是差不多跟這個起平 做好的時候 烤箱要先預熱 預熱到上火170 下火是160 然後全程就烤15分鐘就可以了 15分鐘了 那已經烤到醬糊糊了 對,這個半成品甜甜香菸蛋生了 接著我們要怎樣做 現在就開始裝飾了 裝飾用本色的巧克力 很漂亮 擠到這裡面 擠了之後就放進去,壓一下 然後等一下是冷凍 脫模 要擠多少 要擠多少 擠多少 夠嗎… 可以了… 然後把甜甜圈放進去 要壓一下 我們那些很足夠 它擠出來了 冬冬好了 現在就放到冰箱裡冷凍一下 讓巧克力凝固一下 凝固之後,我們再來下一步裝飾 很漂亮 粉色的就用白色的 就這樣 就是兩個顏色搭配 對,這樣子 原來這樣掃的 那你也可以這樣淋下來 讓它留下來也行 隨意發揮 原來隨意發揮還是挺好的 然後趁巧克力還沒有凝固 是 就在上面撒這些糖珠 給它做妝 是吧 好可愛 它這個有點意思 它有藝術感 是 對,就是要趁巧克力在溶的時候 就立刻黏上去 太好了 今天謝謝林師傅 說實話 如果你們想來這裡體驗這種親子的快樂 記得提前預約 這裏周不時都會舉辦活動 又或者是周年慶 最關鍵就是 記得對我們翻沉眉的暗號 老闆娘就會私人 繩一個大大開心的折頭給你了 對,記得我們的暗號就是 就是安愛翻沉眉 玩吃玩到 你家